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只有一个人会成为你的真爱 而有些人穷尽一生也找不到真爱 又或是因为各种困难而无法走到一起 如今屏幕前的你是否愿意为了爱情而放弃生命呢? 《生命的背剑》讲述一个与爱同王的故事 《生命的背剑》是日本知名会社Archive Soft 3 发售的一款智义曲Galgame 若你仅仅凭名字猜测这是一款小清新的作品 那你就大错特色了 沉重的感情是照布作品的主要基调 而音乐风格也读书一支 就算是日常像的曲子 也会从中听出一种伤感之情 《生命的背剑》的世界背景 或者说故事线索 是一种名为英文病的先天性心脏疾病 这种病没有治疗的方法 而其患者的胸口会出现类似樱花的纹路 随着时间它会慢慢地扩大 发病次数也会慢慢增加 每次发病之时患者的胸口都会疼痛不已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时代的人们都基为樱花的原因 故事中的男主龙刺 女主惠黎都是英文病的患者 在偶然中相遇 本着同病相连的亲情都到了一起 互相扶持 渐渐变得开朗 融入了校园的生活 一年后已经成为了朋友之上 恋人未满的关系 然而就在这时 他们两人的病症同时加重了 英文病的加重从开始到死亡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从每天发病一次到发病数次 从胸口疼痛难忍到激情发狂 不过惠宜的父母早已为她准备了生命的背景 那就是她的妹妹 叫心脏 在女主还小的时候 父母就知道了她的英文病 为她创造了一个克隆人当作生命的背景 那就是她的妹妹尼亚 尼亚其实早已明白这事实 她的出生就是为了将生命迁给姐姐 可是她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命运而感到不公 因为她的心底早已把这件事情当作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能为姐姐付出心脏 希望姐姐继续活下去 已经是黎雅心中不可磨灭的梦想了 可惠离从未这么想过 她一直以来都是把妹妹排在第一位的 为了自己而伤害妹妹 她的心或许会比英文病发病还要痛吧 姐妹俩甚至也为此发生了争吵 而他们的父母 其实也早已在黎雅成长的过程中 对她产生了家人般的感情 毕竟就算是克隆人 也是他们生命中最亲爱的女儿之一啊 最后龙刺带给了黎雅生的希望 以及存在的意义 代替女姐姐好好的活下去吧 而惠离则说服了父母 我已经爱上了龙刺 我想要和她一起 共赴死亡 剩下的一个月的时光 龙刺与惠离互相厮守 互相扶持 互相用坚定的爱情 抵御病痛的折磨 最后龙刺紧紧地拥抱住惠离 在此处围存的樱花树下 在无限的缤纷落荫中 静静地逝去了 故事就此结束 是的 没有记忆 爱可以创造奇迹 不过并不是每次都可以 但是就算没有奇迹发生 也不代表这个故事就一定是Bed End了 我的一个老朋友这么说过 这是一部现实而有残酷的作品 结局了风格和猫猫事的片纲 所作的Lucky Size 有些相似 对于这样一个作品 不能以记忆而终 但也不能以弊意而称 或许 这只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初恩的吧 尽管是这样一个悲伤而残酷的结局 至少它在浪漫中结束了 而在剧情中 我们也感受到了真爱的存在 或许有人会说 这样的真爱只存在于 二次元和幻想当中 是的 对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 别说什么真爱 也记我爱你 都十有八九十空话 对于一个人的感情 最多也不过 我喜欢你罢了 更有甚者 约吗 那么在这么一个爱情观的时代下 让并非什么坏事的幻想中的真爱 消消失我们的心 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说到这儿 又忍不住伤感了 那么本期的视频 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投币不强求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去推一下这部搞game 我们下期视频 有缘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